互联网的广大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甲鱼 欢迎大家和我一起来学习C++快速入门 OK今天我们来谈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啊 动态内存管理 为什么说他重要呢 因为他涉及到内存 而且还是会动的啊 动态啊到目前为止不了 小姐给大家所讲解的每一个事例程序呢 在完成他的任务时所使用的内存空间 注意都是固定不变的 就像我们的变量啊 他在变异的时候你这个变量是多大的空间 你在运行的时候就是占多大的空间啊 不能在运行的时候改变他 对不对 这个固定不变的内存空间啊 其实是在编写的时候就可以知道和确定的 一般呢我们是以变量的形式来定义的 这些程序都不能在运行的时候 动态的增加或者减少内存空间 对不对 记得小姐以前给大家打个比方啊 我们的变量 我们声明定义一个变量呢 就是在这个内存里边啊 建立一个房子 一个房子对不对 这些房子的地址就是这个变量的地址 而这个而这些房子的名字就是变量的名字 然后在这些房子里面居住的小红小明小花 他们就是这个变量里边存放的内容啊 他在编译的时候是已经定下来的啊 但是呢小时候性感和kawaii的物理老师啊 女老师告诉我们这个这个世界啊打错字 这个世界没有完全禁止的东西 现实世界是动态的 对不对 那么所以嘛 我们西家家也要必须符合时代的潮流历史的发展趋势 他才能够 用锤不朽啊 所以呢 西家家也必须支持动态管理内存啊 这个扯的有点远了 而这节课小脚一正式要跟大家介绍这个概念 动态管理内存 呃 你见过要求用户在输入文本的时候 不多不少 包含多少个字符的程序吗 就是说你这个文本只能输入513个字符啊 多一个不行少一个也不行不可能吧 对吧 我们的程序不能这样啊 在很多时候需要存储数据量到底有多大 在事先往往是一个未知数 我用户可能一直兴起 不只要输入513个字节 他可能会输入514个字节啊 再加上一个句号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的程序就 得因为这多了的一个字节和一个句号啊 两个字节就重新 得把程序重新改元代码再编译一次 这样子不好 对不对 我们应该使他能够说动态的来增加内存啊 动态的增加内存 就这样的话呢 当用户需要输入更多的数字的时候 我们这个程序能够动态的识别到 然后动态的增加 这样子是最智能的 对不对 要多少我们就申请多少 好 动态内存支持程序员创建和使用 种种能够根据具体需要扩大和缩小的数据结构 他们只受限于计算机的硬件内存和系统的特殊约束 什么是硬件内存的总量呢 也就是说你这个内存吧 也就只有256M 但是呢 我现在这个程序要申请1G的内存 那肯定不行 对吧 还有就是系统的特殊约束 我们都知道系统操作系统 它是会占据一定的内存空间啊 不会让你所有的内存空间 都有你个应用程序来支配啊 不可能 好 接下来我们将学会如何以这种灵活的方式 与内存打交道 首先呢 我们来谈一下什么是静态内存 有动就有静 静态内存呢 就是我们此前一直在使用的东西 变量啊 包括指针变量 固定长度的宿主 给定 类的对象啊 给定了一个结构的对象 我们可以在程序代码里面通过他们的名字 或者地址来访问和使用他们 使用静态内存的最大必装是 你不得不在编写程序的时候 为有关变量分配一块尽可能大的内存 因为呢 你如果没有分配尽可能大 那可能 可能用户就会输入太多 而导致这个程序崩溃或者溢出 对不对 或者说以防不够存放数据的容量 一旦程序开始运行的时候 不管实际情况如何 那个变量都将占用那么多的内存 没有任何办法来改变静态内存的大小 OK 你这个声明多了 你的声明定义多了 那么你就是浪费一种资源的浪费 但是小了又使得这个程序处处碰壁 不好 那么我们就现在来谈一下动态内存 如何来改变这种局势 动态内存是由一些没有名字 只有地址的内存块构成的 那些内存块是在程序运行期间才动态分配的 OK 大家注意这里我们强调运行期间 这是区分动态内存和静态内存的一个根本 它们来自于由C++库替你管理的一个大池子 我们装逼的术语称之为内存池 这个叫做内存池 由C++库程序又为我们安排好了 从内存池申请一些内存需要用new语句 这个我们之前已经见识过了 对吧 在讲这个虚行数虚方法的时候 我们谈到了new和delete 它将根据你提供的数据类型分配一块大小适当的内存 你不必当心内存块的尺寸问题 并且它自动会有一个对照表 并且它能够迅速的计算出 每一个数据类型对照多少个字节 然后帮你申请出来 只要有足够可用的内存满足你的申请需求 new语句将会返回新分配地址块的起始地址 这个相信大家也是知道的 知道的 那么如果没有可用的内存空间会怎么样 我们之前讲过了异常 对不对 那么这个new语句调用完之后 如果没有足够的内存空间 它会抛出一个std 属于这个std这个作用 作用域里边的backlog alloc 这样的一个异常 那么在用完内存块之后 应该用delete语句 把它放回内存池 不然的话 你这个程序如果是一个跌代 或者如果是一个循环或者地规 来new申请内存 然后忘了释放的话 那就非常悲剧了 所有的内存都被你释放光了 都被你申请光了 我们在用new语句申请的时候 我们是在哪里是在堆里面申请的 我们说了我们这个内存块 这个程序程序 的内存块主要分为什么 分为堆和帐 对吧 堆是往上增长 帐是往下增长的 帐的话是局部变量 这些自动分配的 是由帐分配的 ok 那么堆和帐 如果你的堆不断的用new申请 然后没有delete的话 他会不断的往上增长最后和帐 撞在一起了 那么程序就crack就崩溃了啊 所以我们说了用new申请完之后 用完这个我们就用delete把它 还给内存词 另外作为一种附加的保险措施 在释放了内存块之后呢 还应该把与之光联的指针设置为new null 好我们接着会来给大家演示啊图缩编程 我们这里呢用new申请了一个inter类型的地址 对吧 inter类型的内存块 总共是四个字节啊 在现在的操作系统 它是四个字节 然后给了把这个守地址给了这个指针 指针变量 它的变量名字叫做i ok 那么我们看到图了 我们看到了这个是占空间啊 这边是堆空间好吧 我们因为我们这个 这个长度有限啊我们就暂时这么这么看啊 0到18的地址 这个内存太小了啊 好这个占空间呢 它这里有一个生命的一个变量叫做i i呢 它这里里面它是一个指针变量 所以它存放的是一个地址 对吧 存放的是一个地址 这个地址由哪来呢 由new new出了一个int 的内存块啊 返回它的初始地址 把它存放进去 初始地址是4 int呢 是帐用了四个字节 4567 所以这四个字节是属于new出来的内存块 然后把它初始地址存放到这个指针变量里边是对不对 好的 那么我们deletei的话呢 是怎么样种情况呢 看一下deletei的话呢 它就是把4567 这四个内存块还给了我们的这个程序啊 还给了我们的这个操作系统 当时我们注意到了我们这个指针变量 它并没有发生改变 因为我们这个指针变量 这个这个i啊 它事实上是一个 呃 一个局部变量 对吧 它是应该在帐里面生成的一个局部变量 它没有释放它啊 它这个地址还是有的 它只是把这个地址里边的内容给释放开了 ok 那么所以呢 我们说为了保险起见 我们要把i设置为new 这样子的话呢 它就变成这样子了 i里边呢 就什么都没有了啊 什么都没有了 它现在呢 就是一个废的的指针啊 一个废的的指针 这个指针呢 没有任何的用处 如果我们试图对它这个 复制为new的指针进行解啊 这个解引用的时候呢 那么它就会出错啊 它就会出错 那我们来谈一下这个new指针啊 有一种特殊的地址值 叫做new指针 当把一个指针的变量设置为new的时候 它的含义是那个指针将不再指向任何东西啊 例如说我们现在是生命的一个指针变量x 然后x指向new 那么这时候x啥都不指向啊 你不要试图把它用来复制啊之类的都会出错啊 我们将无法通过一个被设置为new的指针去访问数据 事实上试图对一个new指针进行解引用 将在运行时被坚持到啊 检测到啊 因为这个是这些字都手打的 所以打得快就容易出错别字啊 啊检测到并导致程序中止执行 好啊 所以呢 用delete释放内存后 指针会保留一个毫无意义的地址 我们要将指针复制为new 这样子是比较妥当的一种做法 paitation啊 注意的时候了 请注意 静态内存这个术语啊 和西加加里面的stated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啊 ok 静态内存的意思是指 内存块的长度在程序编程时被设定为一个固定的值 而这个值在程序运行的时候呢 是无法改变的 new 语句返回的内存块很可能充满垃圾的数据 所以我们通常先往里边写一些数据先啊覆盖它 因为我们既然是new 出来一个语句块 我们必须要使用它对吧 要使用它的话呢 我们就 赶紧使用呗 然后再访问他们 不要在未使用他们之前去访问他们 那你会访问到一堆垃圾啊 或者在类直接写一个构造器来进行初始化 ok 在使用动态内存的时候 最重要的一条语句是每一条new 语句呢 都有与之对应的匹配的delete语句 没有匹配的delete语句 或者两个匹配的delete语句都属于边存漏洞 尤其是没有这个delete语句啊 将导致内存泄漏 明白吧 好 为对象分配内存 为对象分配内存 和为各种基本数据类型分配内存的做法是一样的 基本数据类型就是int型啊 ch型啊 flow型啊 double型啊 这些基本数据类型啊 对象的话呢 就是为整个对象来分配内存 事实上呢 我们说对象就是一个结构 的进化体 对不对啊 用 像new 啊 不 用new语句 像内存词申请内存 然后用delete来释放内存是一样的 而且我们之前呢 已经给大家做了演示了 有没有 在我们的虚航数那一讲中啊 第23讲好像 OK 我们再用一个例子给大家巩固 回顾我们之前学到的知识啊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例子 伟大的例子 神奇的甲鱼 今天呢 我们就来创造 苹果公司啊 创造苹果公司 我们这个例子啊 从头给大家讲一讲啊 从头给大家讲一讲 首先我们在这里呢 构造了一个叫做company的类 company啊 公司在美国的某些电视剧里边啊 company是比政府还要牛逼的 哪些电视剧呢 例如越狱啊 好 OK 那在这个company这个类里边呢 我们非常简单 首先有一个构造行数啊 构造行数有一个唯一的仓数就是NAMM 那很明显就是这个company的名字NAMM IBM啊 Apple啊 Fish Sea啊 等等啊 然后呢 还有一个print info info呢 是information的缩写 就是消息的意思 就打印信息 就是说 哎呀 这个公司叫什么什么名字啊 有什么什么做CEO等等等等啊 然后呢 这里有一个protective被保护起来的一个属性啊 他这个叫做NAMM 那就是来存放这个DAMM的咯 OK 那我们这里呢 我们在声明了一个这个tech campaign tech technology的缩写啊 就是科技公司 继承于这个company这个鸡类好 那么既然是科技公司 他就必须要有一个成名的产品啊 我们就多了一个构造仓数 product 然后呢 他有一个私营 隐私啊 private的成员 product 产品的意思 然后这里有一个print info 事实上呢 是继承过来的啊 我们这里记得要用visual 虚航数 把它声明为虚航数 因为把它声明为虚航数 我们的编译器才能在实际调用的过程中识别 你调用到底是这个还是这个 如果没有的话呢 他全部是调用到机内那里去了 对不对 好 这个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呢 会回到我们虚航数的那一章 来继续 来回顾一下啊 温故而之心可以为私意 折其上指而从机 此一步上指而改之 OK 小姐又在胡扯了啊 那好 那我们这里呢 对company进行一个初始化啊 对company print info进行一个初始化 OK 都写在这了 好 这些这些都非常简单 对吧 都没什么新意啊 大家都想必知道的 OK 那这里我们要注意 这里因为company 它是一个指针 对吧 我们用company这个类来声明 company这个指针变量 一般变量的话呢 我们用小写字母啊 通用来小写字母 指针变量 因为它是指针 所以我们用一个箭头啊 指针嘛 要指指指 所以用镜头来指 如果我们之前都用之前的话呢 是用类来声明一个对象的话呢 我们就用点操作符 对吧 点是属于哪一个里边的 就用点 指针的话呢 就一个箭头指过去 我们这个是指针变量嘛 OK 那指向它里面的print info 然后呢 我们deletecompany company设为new 良好习惯啊 然后我们company再接着 制造一个techcompany出来啊 制造一个苹果出来 它的产品是iphone OK 然后呢 我们又把它打印出来 然后又把它给 商除掉啊 让它被倒闭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OK 看到啊 这个公司名字叫apple 这个是第一二行的 接着的话呢 apple生产了大量的iphone 这款产品 这个是这里 这里的啊 这里我们重复的使用了一个指针变量 就是company 因为呢 我们这里把它释放掉了 然后我们这里又可以使用它了 对不对 好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 但是又全面的例子啊 所谓甲鱼虽小 五脏俱全啊 不仅能收贿到啊 吃喝拉撒 样样俱全 OK 那我们还是pay attention 有一些注意的地方 搞对象的时候呢 千万不要忘记把方法声明为虚方法 OK 如果仍然有疑问 疑问啊 请回顾我们西家家快速做我们第二次商讲 虚方法 这一讲解有细致啊 细致的给大家讲解啊 在重新使用某个指针之前 千万不要忘记调用delete语句啊 如果不这样做的话 那么指针将得到一个新的内存块的地址 然后你之前的那个忘了忘了被忘了释放的那个地址呢 那个内存块呢将被覆盖了啊 那么程序将永远也无法释放原来的那块内存块啊 因为它已经被覆盖掉了 这就造成了这个内存泄漏 OK 非常严重的啊 请记住delete语句 只释放给定指针变量正指向的内存块啊 不影响这个指针 在delete之后呢 记住把指针 那个设置为need 这样子可以保证万无一失 OK 那么我们今天的视频就讲解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